刘先生介绍 最近他去一个景区游玩 在一个社交平台上请了一位女摄影师帮自己拍照片 商量好价格是800块钱拍三组照片 三组有几张呢 三组几张具体是没规定几张 三组的话对就是修完一组可能是一个七八张可能 对 然后的话是 然后我当天是开车去接他 对然后他正好男朋友送他 对我当时就是他男朋友上车的时候 把头探到窗户里来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印象也比较深刻 因为我之前看到他朋友圈里发的他跟男朋友的合照 然后我对他男朋友印象也比较深刻 也比较像我之前之前的一个一个认识的一个B站up主 刘先生说当时在车上他和女摄影师聊天 没想到一句话惹了祸 我就跟他说了一句 那个你男朋友这个看起来跟照片不太像哈 我就说这么一句 然后没想到这句话惹直接激怒他 但是我当时我是不知道的 我当时就觉得正常在聊天 那不太像什么意思 刘先生介绍当时对方全程黑脸没法愉快的拍照 只能草草了事 就拍完一个场景我就提出要结束 他结束 他说你主动提出结束 你要付大部分的钱 我就说好800我就付了500 对 就只拍了一个场景 然后之后的话 他交付给我底片的时候 也不交付RAW格式 我们都知道摄影修图 无损修图是要用RAW格式来修图 他只给我JPG格式 你想想拍的又不满意 然后他又不交付给我 这个方便调色的这种底片 那么我就到了原来的那个平台 小红书平台上去 把事情简略的写了一下 写了一下并to add了他本人 然后这一下炸了 这一下他直接炸了 11月26号下午4点25分 刘先生给女摄影师转了450元 加上此前的定金50元 一共支付了500块 当时对方通过微信告诉刘先生 RAW也不是图片 是包含数据的一个文件 相当于 当然后期空间更大更好 但是我平常跟拍不用RAW 是因为160元一个小时的价格 双方当时发生了争执 刘先生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160元一个小时的摄影 这么牛吗 形容女摄影师 整个人就是冰冷的拍照机器人 之后对方通过微信 发来一段长长的文字 内容是 删掉你之前 还是想和你说一句 好好做人吧 还说第一次在现实中碰见破房男等等 最后女摄影师就把刘先生删掉了 我直接就把我的这种 未修图的这种丑照 然后把我的脸稍微打一下码 然后就发出来了 发出来就像这个 刚开始拍的图片那样 然后在下面说 他的这个昵称 这个平台昵称叫这个 那个平台昵称叫那个 然后他跟我说他叫什么 然后你们认识的话 可以来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我给你发冤图 对然后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对然后 这个写了很多攻击我的话 抹黑我的话 11月26号夜里11点25分 女摄影师把刘先生照片 脸部打码后发上网 标题是拍摄遇到破房男 刘先生也不甘示弱 在网上发了一篇长文反驳 这篇文章足足有六七千个字 文章的最后是刘先生 对女摄影师提出的几点要求 让他把抹黑我的东西全部删除 包括我的这个照片也删除 然后对我进行那个书面的道歉 并且把这个道歉进行置顶 那你有没有想平台反映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有 我我我我是 我没考虑到这个 那你这个提醒了我 那我就是接下来去反映一下 被删除微信好友后 刘先生唯一和对方沟通的途径 只剩下社交平台了 他把记者的联系方式发给女摄影师 代为转达了记者采访的请求 对方的回复是 别成天给自己上价值找媒体了 其实自己啥也不是 你要是有啥需求 直接起诉我 别再给我发消息 你已经对我造成骚扰了 记者也通过社交平台 联系上了这位女摄影师 表达了采访意愿 但对方明确拒绝了 记者告诉他 对于刘先生的说法想进行核实 如果愿意的话 打电话给记者 或者拨打栏目组热线 对方再次强调不愿意 而且表示不想再收到记者 或者刘先生发的任何一条消息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